凌晨一點多 台南南區的濱南路上 一輛汽車咻的衝出來 撞上十噸 空中翻滾至少一圈 正讓車碰向路中央 刺眼的火光讓監視器整個反白 意外發生 後方的車輛進擊停住 隨後多名的年輕人跑下車 他們到了路中央 還有馬路邊 關心拋出來的乘客 他們痛苦躺在地上 救護車抵達的時候 也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 原來車會過後 汽車零件噴了 整個路面都是 加上還有傷患躺在中間 整條道路無法通行 後方車輛通通停下塞在路上 重返意外現場 路數折斷 職業中看得到噴出來的汽車零件 肇事的汽車半斤坑坑巴巴 凹凸不平 車頭的保險桿撞擊之後 已經分離 警方調查當時車上包含駕駛 一共有六個人 自撞護欄帆覆 三男三女都送醫 冰南路從南往北行駛 自撞路邊護欄 車站三男三女 這座山分別重 乘在機梅救護 酒車沒有酒駕 沒有酒精充分 出不了解 當時是二十歲的 離型駕駛 載著五名友人 經過彎道之後 失控自撞 任命年輕男女 塞在一車 確定操載 但是否超速或者 競速造成失控 警方要進一步離清 三零新聞王少俊榮台南報導 幸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